Omega 看 2021 年正式的 Moonwatch 而這個版本是一個像以前很Vintage 時的致敬的作品 因為它在Case 和上一代不同 它是用第四代的形狀 當年是登月時使用這個版本 細節跟上一代有少少不同 上面有兩個版本的錶面 有一個是Suffer, 另一個是膠面 因為膠面好像以前登月時 也是用一個膠面 太空人才可以在月球上去抵抗壓力 所以當年NASA 都是用膠面來做的 錶帶上高跟上一代有些不同 錶帶上的鏈會比較密 而且在扣子上用了一個窄和小的扣子 我覺得好像有些六十年代的感覺 如果仔細地看 其實它的秒針每一秒的雙格位 和以往也有些不同 就是之前的版本是一個秒的一格 是分開五格的 今次就用三格來做 三格真的可以再分細到這個六十秒 再細的一個部分就可以計得到 用了三格來分 當然也有一個特別之處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看 在這裡其實我們這個版本 不是一個透視底 但也是向當年登月時致敬的一個作品 跟以前是一樣的 但是它在裡面加了一件事 就是說明是NASA 在1965年 是 approve了這支錶 是用來登月的 即是說你帶了這支錶 是可以上月球的 OK 那麼這個版本 我們現在看這個當然是一個膠面的版本 還有一個是一個收肥的版本 底是一個透視底 大家如果是喜歡看這個錶裡面的錶肉 而且也知道 因為其實Moon Watch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它也是一個防持的部分 其實這次也是做到很厲害的 去到15000G 也都我想介紹一下這個盒 這個盒很特別 大家看到其實都滴滴色色的 但是它用的材料 都是一個外太空 即是說我們去做一些很多的Movement 那種的感覺 那下面呢 特別了 很實用 其實它可以把這個錶放在這裡 有一個小的盒給你 帶出去的 即是一盒而用 這個設計不錯 今次我覺得這個畫 值得一看 以及值得收藏 因為我覺得很多地方 雖然它是有些60年代致敬的部分 但是呢 亦都有很多新的設計 很多新的元素 放進去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暫時未見到 但是呢 其實它是有一個 紅金和白金的版本 因為呢 以往來講 我們在Moon Watch 其實沒有見過 有這些其他物料的版本出現 那麼呢 有些特別版 但是今次這個 是有紅金和白金 也應該是 聽說是 那麼久以來最貴的 一個Moon Watch的系列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今次呢 我覺得整個 系列都是 非常之 有回到那個 以往的致敬 Vintage 的感覺 還有呢 我覺得 趁現在那個 現在的trend 都經常都是 好像有些 是 追溯回以前的History 一些Heritage 那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呢 今次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Combination 有新東西之中 也都有一些Vintage 的效果 那呢 希望大家留意 那也是一個 很值得欣賞的一隻Beau